總統參議員出席元旦升起典禮 在府內發表元旦談話 同時公佈了二零二二年 穩健執政四大主宗 回首防疫成績 總統感謝國人配合 同時也公佈我國經濟成長率 來到十一年新高 另外一方面 針對兩岸關係 蔡總統正面回應 表示我方態度 遇到壓力不屈服 得到支持不冒進 同時呼籲北京當局 不要誤判情勢 更要防止內部軍事冒進主義擴張 常常人龍從總統府前 一路向後延伸 大批民眾在元旦當天 起了個大早就位了 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大合體發口罩 二零二二年首日 依舊不忘提醒民眾注意防疫 也緊扣談話主題 而疫情更是考驗 台灣人民的團結 以及公民的素質 當我們團結一致 當我們相信民主機制 臺灣就能克服種種的挑戰 府內發表新年談話 二零二二年執政四大主軸 走向世界維持經濟動能 鞏固涉案體系 堅守國家主權 過去一年儘管受到疫情影響 但我國經貿依舊創下新高 全力爭取國際能見度 但另一頭面對中國打壓可不能坐視不管 新的一年文件執政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我們會堅守主權 堅守自由民主的價值 捍衛領土主權 與國家安全 維持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大動作向北京當局喊話 針對解放軍種種威嚇 蔡英文再次強調我方立場 面對雙方分歧 台灣力手民主陣線 蔡英文在敏感的兩岸議題之下 尋求最大公約數 這台北最後報導